我們記者會就請將開始 肝病是臺灣人的國病 每年因為慢性肝病 肝炎化或肝癌而死亡的人數有 1 萬 3 千人 其中 C 型肝炎是危害肝臟病毒之一 所限在 C 肝口服抗病毒藥物可以有效治療之後 政府跟 NGO 的團體還有醫療院所執行大規模篩檢跟治療 再加上全民健康給付的加持效 可以幫助許多患者遠離 C 肝 我們臺灣也定下了 2025 年消除 C 肝為目標 我們本院的肝臺癌內科與肝炎防治中心團隊 也推動了 C 肝為根除計畫 攜手南部 22 間洗腎室共同合作 達到了於九層 C 肝洗腎患者治療成功 這份澳門的成果發表也在 2021 年隆登頂尖的醫學期開 所以很高興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這份喜悅 我們在此先介紹與會首長 首先請介紹 高雄區大學附輯中和經驗醫院的副院長 黃聖志副院長 和家宜的副院長 鋼打營內科的莊望榮教授 鋼打營內科的莊望榮教授 鋼打營房治中心的黃聖志副主任 鋼打營內科的黃昌風主任 以及我們協議透析室的副理長 玉林副理長 還有我們今天的個案 謝女士 很高興他今天可以來我們今天的記者會 以及他的一起奮鬥的盛友 朱女士 第一部從黃教授 黃教授 還有各位記者朋友 還有我們的透析的盛友 大家早安 今天很榮幸好有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開場 我們要說我們在透析的患者 接受感染吸肝 接受吸肝的治療 能夠把吸肝治好 這樣子的一個看起來很小 但是事實上其實經過很多人的努力 包括我們坐在前面的四位感染科的努力 還有我們腎臟科的一起合作 才能夠達到這個結果 等下我們的長官還會再補充 據我所知 台灣的我們政府把2025年定為吸肝的維根處理 WHO 世界衛生組織社 2030年才會 所以我們是提檢查到 吸肝在台灣是一個 跟鼻幹一樣 都是一個麻煩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尤其在透析室 它恐怕會傳染 所以在我們透析的病人裡面 吸肝的檢查是很重要 檢查以後現在因為有好的藥物治療 也很方便 我們副社醫院就聯合了肝膽科 跟生肽科 跟外面在高坪地區的很多的醫院合作 用不同的計畫去讓他能夠吃到藥 能夠服從這個制藥的遵從度 結果就得到根處的一個很好的結果 所以我們也恭喜這幾位的病人 能夠獲得更好的身體的健康 希望這樣的計畫 不只在透析的病人 能夠繼續的在 以腎臟科來說 我們還有其他的病人 會注意這個事情 因為裡面有治療好的話 他的腎臟功能的下降也會比較快 總之 我就要花這個錢 做這個政策 那我們就配合 希望得到一個最好的結果 達到2025 跟weekend to 吸肝的目的 好 那在這邊 祝今天的計程會成功 謝謝 我們這座黃副院長 那我們的莊教授 還有兩位黃主任 還有我們的兩位好朋友 以及現場的媒體朋友大家早 那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 參加我們這一個記者的這個 等於一個記者發表會 那事實上在國家的政策裡面 那因為剛好我是肝膽炎內科醫師 那當然黃副院長 他剛好也是腎臟醫學會的理事長 所以我們現在最重要的這個 悉行肝炎的一個這個預防工作 包括我們高醫院內 很早以前就開始進行早期的 干擾術治療 我聽過的話就知道 這是一個干擾術為基底治療 不太容易 不太好治療 就是效果不是很好 副作用很高的一個治療方法 那現在口服新藥之後 讓我們的病友 能夠很好很快的接受治療 那像今天的 我們的這個能夠接受洗腎的患者 能夠把他治癒 也有賴於這個新的藥 過去真的要打針吃藥不容易 所以現在治療比較簡化之後 國家就開始推動了 那剛剛黃副講的 讓我們最重要的 希望2025年達標 就需要我們的公部門 以及私部門 好剛提到的非政府組織來努力做 所以黃副他們以醫學會的觀點 是一個私部門來努力做 那國家成立新藥辦公室 像我們也擔任委員 就希望從公部門的部分來推展 所以現在的篩檢治療 都比較簡化了 那醫院也在這邊努力的推 特別我們的族群裡面 包括像這個洗腎的族群 那各位瞭解很多系列比較高的 身材比較注意的 比如說在使用藥營的 這些患者 或者是一些特別的一個族群 比如說我們有發現 可能心臟病 糖尿病 或腎病的病人 這些都比較高的族群 國家就必須要 用一個維根除的方式來做 讓我們的院方也努力 來推展這份工作 也期待能夠配合政府 給他達標 那能夠達標之後 對病患本身的健康是個好處 對我們的公共衛生 預防傳染 也有很大的一個這個貢獻 所以我想 也謝謝我們所有努力的這個同仁 那比較重要的 就是希望我們的媒體朋友 也把這個好消息放出去 我們對一些特別族群 甚至其實所有適合治療的人 都能在接受治療 我們就有機會 把這個洗肝根除 讓我們的人民 甚至全球的人民 民眾都免以洗肝的威脅 那以上在這邊 謝謝各位的力量 也謝謝團隊的努力 謝謝 靠攏一下下 太寬了 好 那就先看到我這邊 先看中間 好來 321 我們比個讚好不好 另外一隻手把他比個讚 對 很好 好 好 我們看向旁邊 各位在場 辛苦的媒體小姐先生 大家早安 莊教授 代表院長 王教授 邱主任 我是肝膽瑜內科的黃醫師 那今天現在這個階段呢 由我來先做幾個簡報 跟各位報告一下 現在我們高一 跟聯合我們腎臟科 腎臟學界做的一些事情 那在這邊跟各位分享 那接下來 再由我們肝炎中心的黃教授 黃師傅主任 來跟各位做稍微做一個補充 那我們這個計畫 讓我們這一個記者 我也想要講的是 剛剛如同我們的黃護院長 他也是我們的腎臟醫學院理事長 所以我們一起來推動這個在 就叫做我們在協議透析單位的一個心肝的 姊妹的這個計畫 目標在2025年要達成 那我們可以看到左邊 這是世界衛生組織 他在五年前 他隨時宣示 要在八年後 要把他做一個病毒消除的動作 他定了一些所謂的KPI 要八九成以上的人要找出來 然後給他治療 然後以便來減少這個死亡率 減少他的發生率 但是右邊 這個就是現實世界很殘酷的事實 這個不到十個國家 這是根據一些統計 根據一些參數 發表的 一百多個國家到現在 只有不到十個國家 按照這樣子算 有機會達到203年前 能夠把他達成 那原因在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到 全世界大概有六七千萬人得到西班 就是台灣人口的兩到三倍以上 那這邊可以看看 各位稍微有一個概念 麻煩各位稍微記一下這一個 因為為什麼 因為不到五分之一的人會被找出來 細心肝病的病人 那就算你找出來了 也不到一半的病人 甚至不到三分之一 他有辦法去接受到治療 那接受治療也不一定會好 所以這樣層層的關卡下來 這個美夢可能很難去達成 那這些霸狀毒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一下高一 然後跟我們聖堂科合作 然後我們達成的效果大概是怎麼樣 那所以我們其實我們政府在這個四五年前 就已經因為因應世界衛生組織 由國家單位行政院下面 像代理院堂 我們這幾個莊教授 王教授都是裡面的成員 成立一個西班國家辦公司 也就是由上而下的來帶領我們台灣把這個西班 還有一個白皮書 訂了非常多的政策出來 那政策其中一個就是說茫茫大海 怎麼去把西行肝源找出來 怎麼去把它治療 所以有一個觀念叫做微清除 那英文叫做micro elimination 什麼叫做微清除 我們就是針對一些高盛行的族群 那你把他這些人比較容易找出來 也比較容易治療 那就是一塊一塊拼圖把它拼起來 讓你夠達到所謂世界衛生組織 他定的這個KPI 哪些衛生 哪些是屬於高危險族群 比較好也比較適合去做呢 比如說我們說男男念男童 比如說HIV我們講的艾滋病的患者 比如說這些藥物讀因者 他們因為海洛因所施打的關係 那我們今天會放在我們這個 所謂的血液透析的這個病友們 這些都是西行肝源盛行率相對很高 也很容易比較容易互相傳染 那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要找西行肝源的患者 來做血液透析的患者 答案一個原因在這邊 我們看一下我們跟談台灣22家 血液透析單位合作 在我們看之前就是我們最近的報告 在2012年的時候 西肝的這個被感染過的人 大概有17% 也就是說10個裡面可能 5個裡面可能就有一個曾經被西肝感染過 來到了2019年 我們看他的相性率好像有稍微變低一點 從17變成13 不過也是非常的高 所謂的高 因為一個概念 一般人大概就是盛行率大概就是3%左右 我們一般族群 甚至在中北部可能有到2% 所以他的這個是10幾%等於一般人的5-6倍的盛行率 那這個盛行率高 那是一個問題 那治療呢 我們知道他盛行率高 在2012年就如同剛剛 大夫院長跟各位報告 事實上 因為那時候沒有什麼好的新藥 病友或腎友們 他們接受這個干擾素治療 效果很不好 然後副作用也很大 那所以不到 我們看起來 統計不到5%的病人有接受治療 甚至成功 來到了2019年 剛剛我們在做這個計畫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台灣健保 2017年就開始擊佈這種口服新藥 但是過了兩年 我們還沒介入之前 事實上5個西行肝裡面 就算有好的新藥 健保也有部分 甚至全部的擊佈的時候 5個裡面只有一個有接受到治療 所以其他4位透析患者 是沒有接受到治療的 那所以呢 我們就聯合這個拆起了這個動作 那為什麼治療率 或者是檢查率會這麼低呢 C型肝炎我們的透析患者 他治療有哪些困境呢 第一個 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想第一個 第一個關卡就是診斷 怎麼去確診 因為我們知道血液透析患者 C型肝炎抗體陽性 B型肝炎 他會在一個特殊的 叫做感染區 透析區去分開去給他 我們去做透析 但是這些病人 肝炎抗體陽性 他不代表他有病毒 就是如同 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有COVID-19的抗體 只能代表我們可能被感染過 但是不代表我們現在有病毒 所以最準的是怎麼樣 COVID-19的PCR PCR 所以一樣都是病毒 RNA病毒 所以原則上就是要進一步去檢查 RNA病毒 也就是說肝炎抗體陽性的病人 是有被感染過 但是按照來講 五個裡面可能有一個就自己好掉了 那另外他是不需要治療的 但是在血液透析患者在之前 他們的這個篩檢率是很低 是偏低 為什麼 因為這個做一個檢查要三千塊 也有時候很難去讓病人去接受到這個PCR的檢查 那第二個 剛好是現在這個邱主任邱教授 跟黃部 黃部院長 他們是把腎臟科醫師們其實都教育得很好 不過在早先 一些腎臟科醫師他們的認知 那就是有膝肝 我們就讓病人在膝肝去洗 那就一直洗 一直洗 他願意治療我們去轉介 不願意治療就洗到那邊 但是很少有願意 或者轉介成功去治療的 所以跨科醫師的認知有差別 不過現在不一樣了 在邱教授跟黃部院長的代理之下 其實腎臟界也很有對膝肝的治療這件事情 後續的患者也都很好的配合 接下來就算你有病毒 已經知道你有病了 那能不能去治療 支持系統比較差 什麼叫支持系統 我們知道這些我們病友們 通常有的時候 他們的這個一些支持系統可以比較低 那可能就覺得說我透析就比較麻煩了 我不會再想說我還要再肝 再去處理我的肝 我就135、246這樣子一直跑醫院 我可能我醫院也低 那他們的這個共病 所謂共病就是說肝臟以外的其他疾病 因為西型肝炎跟B肝不一樣 他有很多肝外的一些表現 他們的血管 他們的這個所謂的血糖 有的時候會控制的比一般其他肝病的患者還要差 所以這是我們另外一家 比如說這是我們另外一家在前陣合作的血液透析單位 大門一打開就很多坐輪椅的阿公阿嬤進來透析了 那就是因為原則上他們是屬於比較相對支持系統 或者是身體狀況比較差的族群 處理腎臟有時候他們在意的是很多時候在阿公阿嬤打掉的 小了有孫不孫 他們不太會去care說我的肝現在到底是什麼情形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就算你把他這個轉介去治療了 那如同剛剛代付院長的報告 之前的效果打肝老鼠不太好 那現在有好的藥物了 但是這個藥物交互作用很多 我舉例來說我們現在COVID-19 我們現在的抗病毒藥物其中一個成分就是我們之前早前一代細型肝炎的同樣一個病毒的藥物 因為都是RNA病毒 那你知道現在COVID-19他們這個藥物有一顆 他也是有藥物交互作用 就提醒我們用藥的時候要小心 細型肝炎的病人也一樣 在我們做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做了一百多位病人 事實上在還沒有介入之前就發現有五位病人 他的心臟病的藥物如果跟我們細肝的藥物一起使用 是有可能會造成心理不整的 那所以這個藥物的交互作用非常的多 在腎病的患者 因為他們的共病多 使用的藥物也多 那所以這個需要一個專業的互相配合 那所以這就是一些困境 那在公衛來講 就算你把它治療好了 如同剛剛的護研長講 裡面還是有可能會再傳染 或者是有新發生產生 或者是治療好用又被傳染到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困境 為了克服這個困境 那我們成立一個叫FOMOSA-Lite 那個叫做聯盟 其實從2012年我們就開始了 頓頓頓頓頓頓的 跟這個你可以看到 只會在台南 在高雄 甚至屏東有三家 我們跨縣市的22家協議投緝單位 超過2300位聖友們 病友們 然後把我們連醫護人員 我們一起也做這個吸幹 V幹的這個服務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是怎麼去做這個介入 第一個動作當然要做檢查 檢查就是大規模的地毯實在檢 檢查的不是只有病人 醫護人員也要檢查 打掃的清潔阿公 清潔阿公 也要檢查 司機也要一起 可以幫他們一起檢查 因為醫護人員也有可能是傳染給 病人的一個媒介 所以我們是整個醫護人員 包括病友們一起做檢查 檢查到病毒RNA的層次 不是直接抗病 那接下來把病人找出來以後 就開始了 這個人家叫UberE 我們是Uber膝蓋治療 他們一邊透析 這間是在台南公園路的診所 的洗腎的透析單位 我們就配著超音波 病人不用來醫院 他們要洗 我們在肩子 他們要來這超音波 做纖維化 抽一顆 看他是什麼樣的白痴 要吃什麼樣的藥 幫他回去查一下 他現在手頭上的藥物 有哪些是要更調整的 那我們就跟這個聖誕科的醫師們 在治療的時候 就開始 開始治療 治療的時候 我們也會在場 評估他的副作用 也常見有時候血糖高低低的 那剛好我們腎臟科的好朋友們 都在旁邊 可以一起互相討論 那病人呢 都不用動 他就是在這邊 過著他常規的生活 那我們推著超音波 坐著車到台南到屏東 去幫病人就在地的治療 那我想這個就是突破 我們剛剛講的就醫不變 或者是沒有意願 這件事情 好 那所以就地治療以外 事實上陸陸續續 還有一些患者 我們也是把他做積極的轉介 把病人找出來 把資料建立好 那把他用綠色通道 來跟轉介到我們相關的 這個醫療院所 還跟他病人 可以很適切的接受治療 所以我們就兩個主要的策略 那我們來看一下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 就界治療的 跟轉介治療的差在哪裡 我只要特別講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在地治療的 五個裡面有一個 他的生活狀態 就是他的功能 是比較不好的 所謂的功能就是行動 要坐輪椅 還是要臥床 請記我用他去看 這有三個人是要擦鼻尾管的 這種東西 這種事情 我們這些患者 通常沒有這件事情 沒有介入 是不太可能來醫院接受治療 有七個是要臥床的 臥床的 臥床的病人怎麼可能去治療西行肝炎 所以原則上我們的在地治療 就可以把這些病人找出來 他們也願意 家屬也願意幫忙配合 那我們就把膝肝在這個環境裡面 他們也住的 很多人住的比較遠 那就是在地治療的一個特性 那這個治療也不是說學學病院開始 我們有一個所謂SOP 什麼時候要做哪些檢查 要抽哪些血 要做哪些監測 那就是比如說 這是在男子的某一家 我們透析的朋友們 他就是某一位患者 什麼時候有沒有副作用 每次去他的血壓心跳怎麼樣 他的數據怎麼樣 病毒有沒有清除掉 有沒有什麼步驟都需要來幫忙處理 那所以我們有一個完整治療的規劃 那執行以至於完成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那結果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如同各路還有印象 剛剛世界衛生組織那個 有點落散的那個圖 那我們這邊是幾乎無縫接軌 把它銜接起來了 全部2300多位的洗腎的病人 全部都有接受抗體的檢查 那抗體檢查以外 一共找出178位 超過150位 所謂的吸肝成性被開來過的病人 那只有只有四位 那病人他是堅決不驗他的RNA 但是因為我們這個不是強制 我們並不是說 有政府規定一定要驗 那除了這四位 有他特殊的理由 全部 九成八都接受所謂的病毒RNA的檢查 那檢查出來呢 那後來陸陸續續有一些病人轉出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原因 不幸往生以外 156位的這個有病毒的患者 全部來接受治療的九成四 那九成四的病人接受治療 九成都好掉了 所以一關接著一關 我們就把他這個 整個治療的這個從頭到尾 把病人全部找出來 把病人做治療 那這個事實也不是為了做研究 也是只要是能夠服務管大的聖友 那不過剛好也有機會把它刊登在 這個時間前百分之十的這個期刊 在世界第三名的期刊 在我們消化系的期刊 大概有八十幾個論文期刊 這個是在全世界第三的這個期刊 那也因為這樣 那我們今年甘產以內科跟甘業防治中心 也跟國家申請了一個SNQ的獎章 那標章 那也很榮幸可以獲得這一個標章 那當然就是還是有一些相關的研究成果 比如說我們把這個盛情率 好好的做一個研究 那我們也用乾簡單的抽血去看看肝臟病 我們患症友們 他們這個生的腺胃化的這個情形 那另外我們也發現 西西幹病人真的是比其他病幹病人 一樣是在透析 他就是多了一兩種徐病 那他的藥平均就會比別人吃得多了一兩種 那我們也發表了全世界第一個 因為這些我們剛剛講的教護作用 教護作用這些 就是全世界第一篇報告 讓我們調查森友們 他們如果要吃西幹病的藥物 要注意哪些藥物 要小心一些副作用 或者是哪一些是禁忌症 那也做一個發表 那很多事情到這邊就結束了 因為事實上有一些醫療單位 可能也有在做類似的這個治療 沒有這麼全面 不過anyway就是 還是有在幫忙森友們做一些事情 但是治療的就走了 就沒有藍後 就沒有藍後 那我們高一這個計畫 是屬於一個長期承轉型的計畫 所以到目前推動的第三年 還在持續推動中 我們再把病人找出來之後 會長期去追蹤這些病友們 那我舉例來說 從個人層面 我們在治療前後去看看他們的肝功能改善 那我們推了那台30百萬的機器 去他的床邊去幫他做纖維化的超一波 整個纖維化也改善 這個是一個病人的生活品質的一個生活療療 病人的生活品質也有改善 那白蛋白就是反映出他的肝功能以外 還有營養狀況以外 在治療後一年 我們現在是每年每年都還是會做一個大篩檢 跟做一個追蹤 這個白蛋白他也做了一個很特別的改善 這是在個人層面 那在機構層面呢 這22加血液透氣單位 我們CPC告訴我們 如果說我們這個吸肝的病友 如果病毒清除掉以後 再過半年你再把他硬性RNA 確定沒有RNA的 沒有病毒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他轉到一般區 那轉到一般區有什麼好處 也許有一些醫藥單位 他就可以少一些人力 他做一個經營管理 那最重要的 沒有病毒的 不要再讓他在這個感染區那邊 還有可能會被再感染 所以在機構面來講 我們有八成以上的這個機構 已經沒有所謂的新感染或再感染發生 這又符合WHO去年給我們定的一個新的目標 已經達到了 那其中甚至有10加是完全沒有病毒 那沒有病毒的話 那當然就是說 病患病我們也比較安心一點點 所以我們也結合了這個民間單位 這是台灣乾燥學術文教技術院 張文宇教授 我們也做了一個很嚴格的認證 這個是男子的這個心意 這個我們的好朋友們 那如果有符合都沒有的話 都沒有吸乾我們就可以拿一個標杂 那是一個 這是引擎的榮譽 那病友們在也看得也比較說 比較舒服 也比較放心 接受這個我們透析的這個服務 那陸陸續續還在進行當中 因為總是會有新的吸乾的病友們進來 那我們持續的轉接 持續的診斷 那持續的來希望能夠達成這個 2025年的這個目標 那所以長期來看最後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的結果 在公衛的層面來講 我們也看到本來盛行率是7% 我們介入以後不到1% 下降了九成以上 那個是指盛行率 那有盛行率有在那邊 就可能會在傳染這個新感染 我們看到這個CDC在過去前幾年 可能都新感染可能0.6% 慢慢的到0.4% 那我們經過三年的努力 現在新感染的降低到0.1% 0.1%是非常低降了85成 所以不是只有盛行率改善了 就像我們COVID-19大家都得到了 另外一個雖然沒有達到疫苗 他也比較不會得到COVID-19 這個叫群體 群體效應 但我們不是指得病 我們是指治療 用治療來引領預防 避免有新的病人在被感染 因為大家都治療好了 就自然不會傳染給別人 醫護人員我們也同時治療 有兩位醫護人員也跟著我們一起治療 也比較不會傳染給病友 這是一個舉例 所以我在這邊做個結論 簡單的結論 那我們在努力之下 我們的患行肝源的患者 在這個團隊叫做Fromosalike的聯盟 臺灣這22加透析單位 我們從他一開始的篩檢到RNA的確診 確診以後 開始大家可以接受治療 可以完成 接受成功 那這個是有顯著的改善 那這改善 我們預期就是 不是只有肝內改善 所以如果大家看 他們的生活品質也有改善 他們的營養狀況也改善 因為細菌肝源 他有一些肝外的表現 一間異故 在那肝心肌 在其他的器官 那可以減少他的單位 那再來從公衛層面 我們這個新感染 再感染 大幅降低 那我想2025年剩下三年 那在我們的肝蛋科 聖蛋科師長 同學們的努力跟支持 那跟代理之下 我想應該是盡在隔止了 我們2025年再兩三年 應該至少在這個族群 我們有辦法把細菌肝源 國家交付給我們的任務 那以上是我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謝謝各位 各位媒體記者 還有我尊敬的這個肝膽科的兩位教授 還有主任 副院長 最後不好意思 我是這個血液拖析師的主任 我姓邱 那今天很榮幸來這個邀請 就是被參加這個肝膽科的這個記者會 那我們跟他們合作 其實已經大概有兩年的時間了 那在這合作期間 其實我很有很大的感觸 我有三點 我想要跟這個記者朋友們分享一下 那各位如果也認同的話 那希望就稍微幫我們再宣傳一下 那第一個 各位知道我們這個穿白袍 這個是西醫 那西醫其實有時候中醫常會 就是會講說 你們這個就是 游記也看游記啦 那個冬也看冬 就是這樣子 都五行 我們這個中國文化遠遠博大 這樣子五行都這樣 但是從這一次 我們黃主任跟各位介紹就可以看到 其實西醫現在已經在各個器官 各個這個組織 各個器官之間 已經都有非常嚴密的聯繫了 那不僅是工人 你這種病毒感染這些 連照顧層面 全部都是連接在一起的 其實這個在裡面 我就覺得在這裡工作了三十年 感覺到這個在西醫 在這個跨領域 所以我們講的是跨領域之間的這個協助 從疾病發現一直到治療 就是全面性的 就是這樣子 那第二個 這個以往大家看到 所謂的全人照護 就覺得很抽象 就說 這個全人照護 到底是在說什麼 這樣子 他以病人為中心 這個到底在說什麼 其實剛剛黃主任他有稍微點到 那點到他用兩句話帶過去 各位要知道 那一台超音波 那幾百斤呢 那你要去推推推推 推到一個只裝鼻尾管 裝鼻尾管 然後做輪椅不太能動的 那這樣的病人 就是我們站在病人的立場 來替他們設想 沒有錯 對他們來說 西型肝炎的治療 也只是他們整個透析的一小部分 可是因為那對病人來說 後面黃主任有跟各位看到 他治療前治療後 所有生活品質的改善 那為了這樣一點 那整個團隊 他願意以病人為中心 那我們大家一起過去 所以才能夠讓全世界都做不到的 別人看起來很落差 但是我們都是可以在 九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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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一路maintain 那最重要就是 我們高一的團隊 是以病人為中心 站在病人的立場去想 為什麼他們沒有辦法接受治療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精神 跟這樣的想法 其實可以 各位媒體可以 介紹給其他其實院所 其實他們也都有這樣的能力 只是還沒有被點破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有這樣子做 那希望大家能夠 幫我們稍微圈探一下這樣 那第三個就是 我一直覺得在參加這個計畫的時候 當初肝腦科團隊找我們的時候 我們二話不說說 這個很好 因為我腦筋就轉到 這個是Wing-Wing-Wing 是三Wing的 第一個 站在國家的立場 他經費編列預算 剛好又有這個藥 而且治療效果又這麼好 那當然是要讓治療 能夠非常的普遍 那站在病人的立場 我可以就近 然後用我們這樣子 圍這一個 micro elimination 就是圍清除的方式 然後可以處理掉 那這個病人來說 對病人應該是很好處 那在透析院所呢 其實透析院所是吸乾 因為吸乾他需要隔離 那隔離在配備他的設備種種 所以其實在空間的使用 還有在尤其現在感染 在感染的控制上面 對我們來說其實 都會讓我們的治療 人力的使用 設備的使用 其實有點綁手綁腳 但是一旦是無吸乾區 這樣子 就是把你的吸乾 從你的這一個透析院所離開以後 整個環境的運作效率 其實也是變得更好 所以這個也是三明的局面 那剛剛黃除仁他有提到 他畫了好幾個點 然後說血液透析 其實我覺得他們都很謙虛啦 其實在我們的院內 因為各位知道 血液透析的前面一站 就是邁西斯症當病 這也是國家慢病的 這一個床 這一個要預防的 那肝膽科醫師他們也 也跟我們一起合作 要把我們院內這些所有的 還沒有進到透析之前的吸乾病人 也都幫他清除 那這樣在源頭就阻斷了 那再進來後面的 那就是更少了 那以上是我跟肝膽科合作 然後我的小小感觸 那給各位記者分享 謝謝 謝謝 很可愛 我們阿燕那今天 我寫28年的病友 但是呢 你看得出來 他是寫了28年嗎 我每次要找他 就是他寫完聖之後 他寫聖了就不能吵他 因為他寫聖了在睡覺 寫完聖之後呢 我要到百惡部去找他 因為他就會去逛街 逛街再回家 小小的說話 其實相當非常好 對 而且我自己邀請他 是因為阿燕是一個 非常活躍的病友 你看 他的好朋友 他其實是看他 他好朋友要來陪他 所以是我就邀請他分享 他非常緊張 他說是蛤蟆公話 他就說你騎出來就是 了解 對 阿燕就是講說 你大概在治療之後 你也是很感觸 阿燕很好 但是 你們分享 阿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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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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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感謝喜聖師 他們這樣子對我們 因為我們都不用再去掛 桿桿那顆門診 阿燕 在那邊喜聖 他們就會幫我們 來幫我們 叫我們抽血 然後都會自己來這邊 就是 不用讓我們再跑 跑那麼多顆 然後就是 治療好之後 因為我有做兩次的干擾術 都沒有成功 因為那時候那個負作用很大 我的負作用就是 我的血紅素會一直掉掉掉掉掉到 又要輸血 然後就沒有辦法 這樣正常 他們這樣子吃那個藥 然後就兩做兩次都沒有成功 後來就是 喜聖師又跟我們講說 現在有最新的藥 然後我就吃了三個月 然後就都沒有什麼負作用 吃了也沒有感覺到什麼不舒服 吃三個月之後 然後他們還會再過來抽血 叫我們再過去做超音波什麼的檢查 然後後來就覺得說 我就覺得最後是這次做的真的很成功 因為到最後他有叫我們 也有發一張那個證明說 我們真的沒有病毒了 我以前做干擾術的時候 我驗病毒還要自費 那個自費一次好像 我記得我那時候是六千塊的 不是三千 很貴耶 我做 我好像做了兩次 驗那個病毒六千塊 我想說既然做了你就要驗 那個時候那個沒有 就要自費 那兩次都沒有成功 然後後來我就 在這三年內做這次這個新的藥 就吃了三個月 然後驗了 又發那個證明跟我們講說 我的膝肝的病毒都沒有了 所以說才本來是在VC肝那邊區域 然後就包含掉到別區這樣行 然後就覺得吃這個藥都沒有副作用 我覺得是很鼓勵 真的有膝肝的能力要出來治療 沒有什麼副作用真的是也對 而且我以前的白蛋白 以前還有膝肝的時候白蛋白 從來沒有及格過 因為我都是3.5以下的 從來沒有及格 可是我後來這幾年 這兩三年吃那個藥 這兩張年我的白蛋白就有及格了 差很多啊 因為透氣室我們每半年都有叫我們要去做超音波檢查 我目前就是醫生是跟我講說 有前陣子有講說有脂肪肝 然後那個檢查都沒有 他也都說沒有什麼症狀 就繼續追蹤 然後就是跟我講說我那個膽結石 他說醫生也是跟我講說 你沒有什麼症狀也是繼續追蹤就好 也沒有吃什麼藥 所以說這次治療也很感謝高一 因為我在高一洗生了28年 我這次透析師真的很洗得真的是沒有 我是覺得我洗這28年 我覺得真的很感謝透析師啊 從以前那個檢阿長到現在這個阿長 你看每個護理師啊 然後還有醫生啊都對我們 我覺得真的很感謝他 我可以洗到28年 我的血管也沒有再通啊 還是整個都沒有啊 我這個血管從83年做的到現在 28年了 我也是覺得我很厲害 可以洗那麼久 對啊 謝謝 你看看 你差不多要30歲那時候就要米甘了對不對 我米甘其實年輕就有了 年輕最有了 我30歲洗腎啊 喔30歲就開始洗腎了 對啊 我已經洗28年了 洗28年了 然後 那大概當時發現到細甘了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就洗腎的時候 就洗... 不知道幾年我也忘記了 就是那個 副理師就跟我們說我有習慣 後面發現會有習慣 因為那時候剛起的時候經常出學 出學? 出學 那也是那時候感染的 還是那個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感染的 米缸我是知道 我不知道是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有去 去捐血的時候 人家寄那個卡片給我說 我有米缸代言 我米缸代言 我是原始早就知道了 吸缸是洗腎之後 那個 所以你洗腎是很久嘛對不對 大概是多久的時間發現不知道 不知道,不記得幾年了 應該沒有超過五年 沒有 洗兩三年之後 他就說 洗兩三年 所以三十幾歲的時候 他就給我 三十幾歲的時候 就有時間了 那時候我洗 所以沒多久 他就說我有時間了 你有什麼不舒服的嗎 沒有啊 就都沒有症狀 四十歲也是在高一發現的 都是在洗身室的時候 他們告訴我們的 你們都會抽血會檢查嗎 對不對 可能是後來他們有檢查那個 那個吸缸的 沒有 都會定期幫你 因為你有洗腎 定期幫你抽血檢查嗎 我們是每個月都有定期檢查 那個 我們的那些 那些洗腎的 有先副作用 什麼甲離子啊 銀啊 營養夠不夠啊 這一些啊 那個是每個月會抽血 嗯 這個吸肝治療是 我是 就是 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得到的 然後也 也沒有治療 是後來 後來說有 打干擾素 有打干擾素 我有去治療 因為我的體質比較敏感 就是 吃那個藥 外作用就是 血紅素會掉很低很低 血紅素 對 紅血球就會 血紅素就會一直掉掉 掉到太低 嗯 然後就輸 他就叫我又要輸血啊 那時候 藥物也不敢 就是也沒有說 像正常 他們這樣子 所以我那一次就沒有做成功啊 就失敗啊 吸肝那次治療失敗 是後來這幾年 這 最新 這幾年說 吃藥沒有副作用 也不會 不舒服 吃三個月 然後三個月吃完之後 他怨 就說我的 期肝病毒沒有了 沒有了 所以你現在應該也有 都有固定在吃一些慢性藥嗎 沒有沒有 你們都沒有了 完全都沒有了 我們都沒有再吃藥了 我們就是治療三個月之後 就沒有再吃了 然後 他後來有繼續在追蹤 追蹤叫我們再去出血 好像不知道輸 後來不知道輸 一次還是兩次 我也忘記了 就是 就是 你說我吸肝好癢 就有發 發那個我們吸肝治療好的證明 好嗎 因為我在高一行 他們洗腎的那個 有分米肝吸肝的人 他們幾次有分開 所以後來我就從 因為你是在洗腎的時候 然後在吸肝那一區 他說我吸肝好了 所以再把我釣到沒有吸肝的那邊 是V肝的那邊 所以當洗腎的時候 有什麼 那些補充的說 是心得分享的嗎 我是覺得如果真的 哪裡有不舒服的 哪些症狀不舒服的 我是沒有症狀 都是平常高一 我們都有在抽血 他們可能我也不知道 他就說我有吸肝 這樣而已 其實現在吸肝的人也很多 你沒有去抽血 你真的都不知道 因為我有同事也是有吸肝 他也是有去做干擾素治療 那時候他是自費的 那時候打干擾素治療 蠻貴的 一個療程好像大概二十幾萬 他有去做可是他們有成功 好 謝謝 謝謝 副院長莊教授 那黃主任 那邱主任 那剛剛那個 這小姐 說不可以說話 就叫你講到上面 謝謝還有各位媒體的兒 先生女士 大家早安 那我是肝炎防治中心 我叫黃之路主任 那很高興今天我們有這個 記者會來講這件事情 那剛剛那兩位副院長 還有主任 還有兩位主任 都講了很多 那我心中的感想是 大概第一個 就是我們要積極去參與 國際的一些活動 譬如說那個WHO 那個2030年 那個把吸肝根除的計畫 那事實上是在2015年 在格拉斯哥 這個世界肝炎高峰會議 那時候所定下來的 那時候全台灣只有兩位學者 你想說台灣沒有 不是WHO的成員 那台灣只有兩位學者去參加 所有要參加 一位是已故的這個中原院院士 陳定心院士 那另外一位就在座的 之後才有後續這些 那今天這個對於細型肝炎 尤其是這病人 一個特殊族群的一個照顧 那我只想到 那個追加 最主要三個點 第一個三個 其實這個事件是三個面向六大影響 那三個面向 第一個是病人 病人端 那病人端把細型肝炎治療好了 第一個 他產生肝病的後遺症 肝孕化 肝癌 風險都打不下降 那第二個 第二個影響 就是說他 因為他有很多貢病 高血壓 糖尿病 那這些細肝根除之後 事實上他的貢病就會減少 所以這是對病人端 兩個很重要的影響 那第二個面向是醫院端 我們把一個細肝的病人把他清除掉 在醫院端有第一個影響 就是洗腎的腎油 其他腎油比較不會被感染 那第二個影響就是醫護人員 他們比較安全 腎臟科的醫師 透析的護理人員 他們在工作的時候 他們面臨的比較沒有細肝環境 所以這是他們的職業過程比較安全 這是兩個醫院端的影響 那社會端的影響也有兩個 社會端面向有兩個 第一個是我們把這一個 這個很重要的特殊族群 這一個很難去把它根除好的族群 把它做好 洗腎的病人 事實上是最需要去做的事情 那第二個影響是 符合我們做一個社會福利國家 我們要去推動的事情 越文明的國家 越社會福利做得越好的國家 事實上對於貧病弱苦的照顧 是最完整的 那這個計畫事實上就體現了 這種社會 我們這種文明社會的這種精神 那我想這是很重要的 這三個面向六大影響 那事實上 最後一個要追究的是 我們是大學醫院 保大學醫院 那大學醫院裡面還有很重要的意義 就是教育意義 很多師長 大家一起來合作 幫助這貧病弱苦的人 那這個對我們的學生 對我們的下一代 這個都是最好的一個教育意義 所以這個是大學醫院裡面 實際上很重要的教育意義站 那所以簡單的跟各位媒體 各位師長做一個補充 謝謝 我是肝膽內科松萬榮 那我想在這一方面 剛剛幾位教授跟主任都已經有講 最重要就是說 西型肝炎它不只是會造成肝病 西型肝炎也比較容易會引起糖尿病 引起腎臟病 引起心臟循環型病 甚至西型肝炎它本身就是容易產生癌症 不只是肝癌 身體其他的癌症也會增加 所以西型肝炎它本身影響的不只是肝臟 那我們治療西型肝炎 其實不只是說 為了避免它去傳染給別人 而是對病人來說 你只要西型肝炎沒有了 它的疾病就會減少 那這個是我們對於病人的一個責任 所以你主動去幫病人找出來 他是有西型肝炎幫他治療 不只是治療他的肝 是治療他的全身 讓他身體有一個更健康的狀況 那對社會對國家都是會有好處的 以上報告 透析室啊 他這個環境 他這個環境 他比較是一個high risk area 他是不是要做一些預防防患的措施 就是需要isolation還是怎麼樣類似 第二個 像得到西肝的 他服務這個藥物要多長的時間 要再return 再recheck嗎 謝謝 謝謝這位媒體大哥的這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等一下我請最專業的人 因為這透析到 關係到我們透析的這個政策 跟策略 我請等一下請我們 邱主任邱教授 來跟媒體檢查報告 我回答第二個問題 關於西肝治療這件事情 那現在因為現在口服藥都非常的方便 所以原則上只要吃兩到三個月 然後再追蹤三到六個月 也就是說前後可能就是半年到九個月的時間 就可以確定病人有沒有完全根足成功 那當然還是有一些人會再被感染 他好了 不代表他會終身演藝 像A肝好的就好了 C肝還是有可能會被在傳染 所以這個也就是透析單位更需要去注意 更需要去執行一個地方 所以結論我們吃兩到三個月 再追蹤三到六個月 整個療程大概就是六到九個月左右 能夠確定能不能治療成功 你可不可以的問題 謝謝 各位知道血液偷襲 其實就是一個禮拜來院所三次 一次四個小時 最重要的是他必須要透過他的血管 然後把血引出來 然後所謂是洗腎洗腎 其實是洗血就是把血 所以這個扎針這個動作 也就是說其實醫護單位 還有醫護人員跟病人 他其實是有這一個血液上面的 就是當你扎針的時候噴灑 或者什麼就有這一個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有因為血液感染可能有的 在以前 當然像COVID這個是更嚴格了 所以COVID其實大家有這個概念 但是以前大概就是只注意到血這個部分 所以像V肝、C肝、HIV這些 他都有一定的規範 所以就是V肝的病人 他可能會在一個隔離的區域裡面 那C肝的病人他會在一個隔離的區域裡面 類似以前是這樣子 所以因為現在吸肝 剛剛有一個這一個 由肝病防治、肝病委員會發的 這一個無吸肝呼吸 就是說我這個醫院裡面 已經所有病人都已經根治完了 都已經確定他們沒有病毒了 他不會在這個醫院裡面感染了 所以我這個醫療院所 我就不會需要再設一個吸肝區 來照顧這樣子的吸肝病人 那目前其他的當然還有很多 還有這一個隔離科也一直在努力的 這個V肝的部分 那這個也會 所以各位到託醫師就會看到 這是你們的V肝區在哪裡 然後就說 喔這裡行的來 你們在 我們的運作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CDC最近也是在跟 整個台灣的所有血液脫積院所 然後在某核 然後又會訂定新的規範 那這個因為有吸肝被移除了以後 那這個部分在規範上面 又會有所少許的調整 以上是我的回答 我們當然就是 從這個高危險群開始 所以就是高危險就開始 會開始做起 山高然後 你抽菸肥胖這些 那有家族遺傳死這些 然後長期服用這個指控藥物這些 都是我們高風險然後篩檢 然後也是模擬剛剛細心感染的 這一個篩檢然後確診 然後接下來再治療這樣子 然後一直到痊癒 那就是照這個流程 我們也是這樣子在進行 只是現在腎臟比較沒有像吸肝有 治療可以到九成五這樣子的 類似已經算是痊癒的藥物這樣 所以只要是吸肝的病人 他被找出來然後他願意治療 我們阿彥剛剛就講了 以前肝擾數讓他好痛苦 然後現在三個位 抹一下就過了 然後他就我已經沒有了我已經好了 然後抽血檢查也都是獲得改善 所以這是這個就是 那我們照顧腎功能不好的細心感染 會變成我們現在是篩檢的乳聽 就是所有細心感染 我們都會幫他篩檢出來 然後希望能夠讓剛剛我們張教授講的 功病減少 那所有的併發症 所有的可能會 吸管的影響也都會減少這樣子 那生命我們現在也是 往早期方向去預防了 就是往更早期 我們一二三四五期 會希望能夠再更早期就篩檢出來這樣子 那這個在未來 學會也會有一系列的記者會 那到時候會邀請各位參加 謝謝